12月17日在德云社下周的节目单中 郭德纲将现身天津德云社 为大家带来单口相声 至于为什么空降小剧场 很多网友都猜测 是为了德云社的龙字科打头阵 毕竟郭德纲坑王的名头 并不是白叫的 相信很多粉丝都会前去观看 而郭德纲将在下周连续三天 为大家带来单口相声 与此同时 德云社的龙字科学员 也迎来的首场演出 郭德纲提前一天就为学员们打头阵 相信在演出的时候 也会托付观众几句 不得不说 郭德纲对徒弟是真的好 尤其是龙字科的学员 从龙字科学员的招生到培训 再到考试 郭德纲全程都参与其中 要知道 德云社只有云字科才有这样的待遇 其他的师兄弟 连跟师父见一面都很困难 而龙字科的学员 不仅能见到郭德纲 还经常得到郭德纲的亲自教导 首次登台 郭德纲也会全程陪伴 不得不让其他的师兄羡慑慕 总教席的高峰老师也发文感慨 又一批德云社学员登上舞台 并托付观众如果演出有瑕疵 期望大家多多担待 同时还晒出了其他两期学员首次登台的节目单 而他们却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郭德纲亲自打头阵 而且高峰老师还提到这批龙字科学员 从赤日炎炎到天寒地冻 让很多网友联想到前段时间 德云社小龙带着龙字科学员 到海河边上去喊嗓子 不得不说他们的努力 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 得到了登台演出的机会 希望可以好好表现 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而这次演出最受关注的可能是赵云一 要知道在德云社龙字科招生的时候 赵云一就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不仅得到了考官的认可 更是得到了师娘的认可 如果她能够成功拜师 也将会是德云社现如今 唯一一个登台演出的女徒弟 除了高峰老师发文外 德云社的其他人 也纷纷为龙字科学员加油打气 作为主任的杨赫通 也发文表示心情复杂 相信杨赫通此时的心情 比他自己登台还要紧张 而其他的两位却是去蹭课的 让他们回忆起了 以前上课时的情景 看到德云社龙字科首演在即 高峰老师仍旧继续上大课 也看出了德云社 对龙字科首演的重视 毕竟这次前来观看首演的观众 是掏钱买了门票的 而德云社的宗旨就是 在舞台上的演出 一定要对得起观众的门票钱 在此也希望观众网友 多给龙字科学员一些包容 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和支持 毕竟这是他们在相声舞台上的 首次展现 也希望龙字科学员 能够不负观众的期望 不负德云社的培养 在首次会演中好好发挥 有着不错的表现